有很多老朋友有新年来台湾 来台湾有很多次了 今天就叫我响点声音是吧 听得见吗后面 我大概把声音谈到前面 谈的这个主题是 并有效工具中的学习 就两个工具 两套工具 怎样把它混合 或者是有效的结合在一起来应用 这次我要讲的 因为在Minitab提供的很多工具 可以帮助你在不同的阶段 提升你的质量 这次我要讲的 大概到Gender 可以说第一个 我们讲讲企业的数据分析文化 怎样的企业是一个好的事情 有大多种数据分析的文化 然后我讲讲Minitab 当然Story两个介绍 前面早上已经讲过 我讲讲哪些好的工具 严谨提到我们新的工具 在一起 然后我介绍一些 大家可能不太用 但是呢 对你将来的生产 质量提升上面 有些方式 就好像一些好的工具 然后我介绍一下Machine Learning 就是机器学习 什么叫机器学习 大概机器学习 什么概念 我们在什么阶段 用到机器学习 最后呢 我有一个Pay Study 就是我们讲水泥生产 怎么样呢 我们的强度有达到一个效果 但是呢 同时我们还要满足客户的要求 大概就是四个内容 不想担忽大家吃饭时间 所以十二点左右 十二点四分最多 我才能接受 我们先介绍这位 大家很多认识 Deming Deming在二战以后 几乎就没什么工作 很难找到好工作 很简单 就是说 在二战一结束 生产线 所有生产线都生产器所 因为之前都是美极拉包在美国 然后呢 还想高质量 但是大家那时候 根本不加这个质量 以后的车买 马上就卖出去 因为二战那时候 没有汽车在生产 都是生产的坛克车 他到日本 把这个日本质量提升起来 所以这是他说的话 我们想看看 这个数据在质量中 有什么重要性 他说 In God we trust All others must bring data 我们相信上帝 其他人必须把数据拿来 至于相信不相信上帝 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话题在这里 但是我们这么认为 我们可以不相信上帝 或者相信不相信 我无所谓 请你相信你的数据 一定要把数据拿来 因为数据呢 可以帮助你 剖析中间的问题 所以说 NM做计划 也更 帮助我们理解 数据的重要性 我们这样这么理解 好吧 好 我们看数据有什么重要性 比如说 我们存在一个叫 就是在生产中存到一些问题 就是质量问题 什么都可以认为是什么问题 比如说用水银 我们强度不够 我们在生产水银 强度不是那么够 我们如果走右面这条线 就是左面 对 左面这条线 就是说我们这一拍脑袋 强度不够 多加点水银 或多加点其他的滚调料 这是你从经验上得来的 但是 你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这些变量之间呢 还有之间的相互作用 增加水银 可以 但也许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它的量到一定程度 它会变成另外一种关系 或者说 水和水银之间的比例 存在这种关系 你没有真正的理解 所以经常呢 如果你是用拍脑袋的方法 可能会产生一种问题 你un-expect 就是 你没有想象到的问题 所以说 我们应该走呢 走 右面这条线 比如说 用analytics 用数据分析的想法来做这个问题 怎么说 我们数据数据 看强度 然后分析一些变量之间的关系 等等等等 D-O-E-study 最后呢 我们都知道数据或者作业实验 可产生一种 最后的结果叫 analytics solution 就是从数据分析来产生的 一种方案 或者方法 也许几种方法 然后我们把这个 数据产生的方案 再apply到business 比如说 我们用这种方法来 可不可行 中间有一个 就有一个future 叫buntu solution 也许你的方案很好 但是我实际做不到 因为某些设备的限制 时间 人力 金钱 等等等等的因素 都做不到 所以说 我们会用一些方案 去筛选 但是 是通过数据分析 做这个方案 然后 再映入到这个实际中 所以说 我们应该走这个cycle 而不是走左边的 直接开脑袋 所以 这是呢 一个真正的 就是正确的方案 来处理一个问题 或者是质量的问题 我们想想 怎么样数据分析 在数据分析的时候呢 大家都知道 有多少个阶段 一开始进行 图形分析 然后再进行 描述性的统计 比如说算一下 均值啊 方差等等等等 再往上走 我们可以做一些推比 推比性的分析 比如说我们的生产线的均值是多少啊 用一些量感来进行这里 然后回归 看一些variable之间的关系 但是呢 到某一个阶段 你会 叫做regression walk 就是说 你会回到问题 到这我走不下去了 尤其在数据量 上升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 你会有 我们现在想要 用另一种实例来做 来分析这种问题 就像 我们的spn 屏幕 比如说 有关心追 其实这是呢 是一个阶段性的 就是说 当然有些 我们在企业中间呢 有些不同的人员 在不同的阶段 可以理解 我说 数据分析这个文化 并不仅限于IT 当然IT可能 他们最直接拿到数据 很快就拿到数据 他们做分析 但是有的IT部门有个问题 他们对 我们的业务 不是很了解 因为 这个数据分析师 要有能力 同时 我要有business knowledge 这样结合在一起 很产生的这个结果 但是呢 我们也并不说 这些数据分析工具 就是我们的 anibus 就像我的data sciences 就像数据分析员 我们不能忽视这些数据分析员的作用 但是 我希望这些数据分析员 做专家量 带动我们的企业 如果 某些人在图形分析 我们帮助它提升到 描述性分析 描述性分析 如果做描述性分析 我们在家进一步提高 做一些推理性的分析 所以我们希望 这个企业有这种文化 大家都互相帮助 来走到这条火焦 这种 越往上越走越复杂的 这种分析方案 大家都能提高一些能力 这个呢 对一个企业的质量 和提升呢 是非常有效果 这是我给大家提的一点建议 所以说 我们在数据分析的时候 要经过很多阶段 从描述性到诊断性 到预测性 最后到规范性 怎么意思 怎么理解这个呢 描述性就是说 发生了什么事情 整段就是 我一直能够发生这些事情 预测就是说 我们将预测 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规范就是说 我们应该怎么做现在 你看这张图 mini-type和STM 它很多工具 在包括了不同的阶段 在不同阶段 有不同的工具 所以我 从这个一个阶段来介绍一下 各个工具 先从mini-type说起 好吗 说mini-type 我们在最先 就是 当我们转化到 focus on 质量这部分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做质量的人员 都是 并不都是 staticistion 就是统计学家 或者数据特别的敏感 好多都是 Engineer 工程师 所以说 他们要做质量 工具需要什么 我们有些 基本的要求 很好用 可以可以可以 就可以 达到一定的结果 很好用 这些东西 工具 要比较全 我们不要 这个工具 按照另一个 做质量 再换来换来工具 而且 相对来说 浅化一点 同时呢 帮助我们呢 很好地做一个流程 做一个报表 很方便 这是我们 做质量的人 需要用的工具 所以说 我们也本着这个原理 来提供大家这套工具 我们知道工具 包括 robot set of staticistos 就是 包罗万象 几乎在 紫章的领域呢 或者是 general statistics 我们的领域 几乎是 本工具都包括了 同时呢 你发现 minitab的 用实力是 health command 或是叫 assistant command 就是这个 帮助菜单 会 一 是能帮助你 怎么样从 发现 用什么工具 在什么情况下 用什么工具 同时呢 怎么样用这些 那个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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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数据放进去 然后 出几什么结果 报表 整个一套 你完全可以说 几个click下来 别去报表 就出来了 就是assistant 大家可能都 用到 所以这是 minitab的 一个中指 也是希望我们 在这方面 越做越好 这是总体来说 哪些用户 用不理解 首先 我们做模型 这是对一些 统计学家或者是 比较高端的 用户 他们要看 pd variable 他们看 modeling strategies 同时 我们就用在 整小的 就是 局限定的 process的optimization 比如说 我要是这部分 产量要提高 质量在部分 你一定要达到 这个 用户的要求之内 所以说 这叫optimized single process rnd 用的也很多 尤其我们在 抵达一个新产品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批量生产 我们做一些样品 然后看一看数据 跟旧的样品 或者现有的产品 今天比较 这是很典型的 rnd 非常运动的 当然我们 c-sigma single individual step process optimization 这些都是 已经很久了 在c-sigma 里面 明天太多 在美国暴露了 大概85%的市场 我们去理解一个equation 对吧 我们注重到equation 就是时间的关系 变量时间的关系 我们总是一个数学的公式 怎么去理解 明天太多 会帮助一个很好 第六位 一般出现问题的情况下 大家首先强调就是理由于 为什么 我知道了 什么是原因 什么是结果 这是我们要建立的关系 这个关系 我们可以有提方式 怎么样通过原因 来达到我们预期的结果 还有一个呢 可能爱用的不多 但是我想 大概半年前 我做了个报告 在新竹 可靠性 就是生命周期 我们讲的computer 三年以后 我还有多大的可能 我们还在这儿可以用这个程序的 就是生命周期 所以这些呢 都是mini-type的一些有效的工具 当然也可能 你能用某些部分 或者是一些 这是大概是mini-type的工具 强项 好了 下面呢 我就用介绍一些mini-type的一些工具 但是你可能不太常用 我大概有个十五个工具 从mini-type里面试一下 通过一些小的scenario 就是前背景 然后介绍一下mini-type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现在切换到mini-type上去 我现在切换到mini-type上去 OK 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culture chart 在Culture chart 有一个什么很好的工具 能帮助你 比如说 这是我们talking about trintage 就是那边收缩量 有些数据 有些生产品 在生产线以后 你在加工里面 会发生一定的伸缩 尤其是加热 加温等等 加水 在生产的 开始阶段 最后阶段 有一个伸缩量 当然我们希望把这个伸缩量 控制 或者越扫描 因为我们不希望产品 生产那么大 最后出来这么点点 变化感太大 所以我们有个伸缩量 这个数据 可能说百分比吧 但是同时呢 我们有不同的方案 一开始是怎么样 比如说我数据往下走 然后呢 我由于 到第二阶段 我进行了温度调整 把温度进行了调整 就是第二阶段的谈定 因为我在做 一直在做 这个 产品线的更新 然后我们还有下一个阶段 最后是 谈一下 进行这个 模具的进行一些更新 所以在这些数据 我放的 平时呢 我抽取样本 我想看看我这个 生产量的走向到底怎么样 所以说我们 在用 Ctrl-Chart的时候 就是 控制图的时候 我们可以 利用一个 Function 把数据 放进去了以后 在Option里面 有一个叫Stage Stage 阶段 这个 把这个变量 就是千里 放在Stage里面 你发现了这个图 很有意思 它在每个阶段 可以告诉你 你的生产线 是不是平 同时呢 它给你提出来 你一开始的伸缩量是多少 你变化了 温度以后的伸缩量是多少 你最后改进了模型 以后它伸出来多少 这样呢 可以很简单 对你来说 把这张图交给你老板 看 我做的工作多好 三个阶段以后 我这个伸缩量 怎么这么多 剪掉这么多 好 下一个案例 我们 头皮毛 就是能 知道 支撑能力吧 支撑能力怎么说呢 就是说 活生产的产品 我有个客户要求 要求是 最大似算39 最小似算39 最大似算43 这是个规格要求 你身材的产品 在这里面 算是好的 在外面 就不好 客户就要拒绝你了 就是说 你这个能力要提供给你的客户 我们在 Assistant 里面 有一个工具很比较好 就是只有在这里面才有 就是 Before After 开会类型 前后的能力比较 比如说 我们这个图形 一开始 只叫做 一开始的支撑能力工具 取一些样子 然后呢 我们把 Variability 就是变化量 这个数据的变化 进一步数缩小 进行一些控制 我们又收集一些数据 来进行看 我要看两个支撑能力 前后有多少变化 我们可以用 Before After Capability 这个 大家可以走一走 我们把数据放进去了以后 一开始是什么样 然后最后是什么样 我们的要求是 39到43 就是小和大时间 就是规格要求 我把它放开大 放开小 大家的主要能看得行 好 这个报表是蛮有意思的 它说你那个 concernage all the time 就是 出规格那个比率啊 几乎减少了100% 首先是一个大 green tick 或者是一个大箭头 马上很吸引人 这个工作做得真不错 一开始的 呃 爆费率大概多少 百分之4.1 最后就将近 最后爆费率是0.02 就是你这个 爆费率减少了 百分之100 不是百分之100 不是百分之100 然后呢 再告诉你以前是怎么样 最后是怎么样 同时给你报表 比如说 你这个stand deviation reduced 还是你的process main chain 这些都给你有结果 然后 再告诉你以前是 如果一百万件的话 会有 四万一千件 除了备合 现在只有 一百五十六件 所有 完全减少了四万多件 所以说 again 就是说你把这个报表 给你老板呢 老板会很开心 我们那个minitab 希望大家都做好的 好的结果 同时 希望大家都加薪 也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工具 GCHAR 什么是GCHAR 我们叫 Gear Incident 很少盖的事情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 我们这个系统 又shut down 突然间shut down 突然间shut down 但是病毒每天都shut down 也许过几天 再一个shut down 过几天也都shut down 就是这种小盖的事情 尤其在hospital 我们talking about 等等就是 病人不小心撇到 这些事情并不是每天都发生 但是过段时间会发生 过段时间会发生 所以我们要看看 这样的一种小盖的事件 怎么来 来monitor 就是怎么样看待这个process 是不是stable 还是stable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介绍这个 Ctrl-X的角度 叫real Incident 小盖的事件 我们把数据放入 这个数据什么意思 就是说 第一个事件 第二天隔了两天发生 然后呢 下一个又隔了一天 然后隔了一天 又隔了一天又隔时间 隔了三天又隔了八天 中间隔了几天 就出现事故 隔了几天又隔了一天 又出现事故 隔了几天又出现事故 我们看这个process 是不是在一个 这个图形呢 也是蛮有意思的 当然 红点就是说 只是有问题 或者是 不能说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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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不能说有问题 就是说 警觉发现什么回事 比如说 这个 在这个体验 我们连着四五天 连着四五 就是 一天发生了 就是中间是云了 就是说 一天发生了四五次 下达 怎么回事 这些都给我们 一些解决 明天这些工具 就是帮助我们 解决什么回事 在某一点发生的事情 你要去进行研究 根据你的lock file 对吧 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同时在这一点 还有一个 红点点 当然红点点 大家普遍认为是 有问题 其实这是个好事情 为什么 它告诉你 在这一点的时候 离上一点 它们之间 就是出现事故 那时间相差大概 二十几天以上 明白吗 就是说 在这时候 上一次事故发生 可能是二十几天之前 而突然被来接事故 我们也说 这也是个 我们不说问题 我们就说 pay attention 为什么 这是我们要学习一下 为什么在这时间 这么长时间才有问题 这是一个好的经验 我们要学习 所以这个就蛮好的 就是提示你 什么经验 我们可以学到 当然我们希望 这些事故发生 但是 如果有好的经验 为什么不学习 再看一下下一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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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下 这个呢 也是我们讲讲的 我们这个force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把用劲打开 平杆 这个就是用多少力 把这个平杆打开 我们讲究这个呢 可能是比较精 精确的一种东西 或者说你非收藥品 尤其给老人用的药品 你太大劲儿 太紧的话 老人打不开 太小劲儿 要更松了 那么这个质量会点击 影响到 所以它这个产品的 控制呢 控制非常严 就是这个劲儿 控制的时候 你不能控制太大 就不能控制太小 要非常的适当 就是如果这个 这个产品这个 紧度啊 超于一点点 那么 就出现问题 因为老人就打不开 太紧了老人 我们就没法用这个药品了 所以这叫 smooshing 或者process 很小 很小的电量 不像通常的 我们用 3sigma 来进行控制 控制 三个sigma 但这个呢 是控制细微的震动 这个图 我们这个图形呢 就叫做 这个工具叫做 BudioChart 我们叫 Pound-weight EWMA EWMA Exponential-weighted EWMA moving average 看看这个图形 告诉你什么 如果这张图 我用 IMRchart 大家都用了 Individual moving range IMRchart 它图形很好 没有一点问题 但是呢 我们用这张图呢 就检测到了 细小的波动 这种东西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区上下 还有一个这个下 可以检测图形的细小 就是生产性的细小波动 所以 尤其对我们在 精英仪器生产的情况下 比如说 Semi-contactment 区在台湾 Semi-contactment industry 很多精英仪器生产 在这个上面 可能会把你的 食指量提高 更高的一个结论 下面一个工具呢 我介绍 还回到书记里 我介绍的东西 叫做Accept and Sample 这个工具呢 不知道你们用不用 我前两天在深圳做的一个方法 他们这个工具非常难兴趣 我们做质量的时候 当然知道 我们不管是供应商 还是客户 我们都要把这质量进行控制 就是说如果这是 供应商 我们会说 我们要做 測試数据 然后生产质量 然后 capability 就是能力 我们要进行控制 当然客户呢 他也要 他要检测你的产品 如果 如果 比如说我们在 我在澳大利亚 我们经常经营一些产品 从台湾 我并不是每天都蹲在台湾 看你的生产线 我看你的产品 只要多少 也许你要提供我报表 质量的数据 什么 但是我在采工的产品的时候 我可能在设我的最后一条防线 这就是 叫做3D3D 什么要最后一条防线 比如说 如果你产品 送到澳大利亚 比如说1万件的产品 我要做些抽象检验 我抽7产品 我进行测试 如果 这个测试的 不合格的键数 超过某个数字 我把你整个P产品推回 这个 这个计划是 这是双方筑箱协商决定的 就是生产商客户 要坐下来 一起来决定 所以这个是 作为客户 它是防止 这个不良的产品 接收 那作为生产商 你也可以作为 最后一条防线 不要把不良的P次 卖给你的客户 所以说 我介绍一下这个产品 叫X7 Sampling 比如说 我们用简单的方法 YES NO 就是说 这个产品我看了合格 还是不合格 就用这个简单的方案来说一下 首先我要设定两个 两个质量指标 它一个叫AQL 什么意思啊 AQL就是说 当然首先我们可以理解 Upper risk Beta risk Upper risk 大家也知道 叫做生产商的risk 就是如果这产品是合格的 这样P次很好 但是这个P被拒绝了 因为我们抽样 总会有这种结果 这个生产商的这种风险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质量 这个P次很糟糕 但是用户接收了 这个比率说到 这就是叫Consumer risk 用户的risk 大概10% 增长商的risk大概5% 大概这是比较 比较惯用的一个数字吧 增长商5% 用户10% 然后我们就生产 有这两个 AQL和RQL 什么意思 如果这个 我试试到0.25 是0.25%的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这个进来这批的质量 废品率在0.25% 是0.25% 那么我接收这个产品的 比如说这个质量 非常好 废品率是0.25% 那么我接收的可能性 是95% 拒绝的可能性 是5% 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就是RQL 如果这个产品的P量 在2%的废品率非常高 接收的可能性 就10% 拒绝的可能性 90% 所以这个呢 就需要 双方互相的 negotiate 互相做下来的 比如说 我这个P4是1万件 1万件的 5万生产品 从澳大利亚 我们做P量件 怎么做P量件 这就 明天会给你产生一个方案 你要进行Random Sampling 就是抽样品P量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你要抽取263件 如果 263件 每件都检查 如果有 大于两件的不合格品 整个P量就要被推文 这就是一个 双方的固定章 是一个协定的 263件 由大于两件 去推文 如果你是生产商 你非常知情 我产品非常好 我做了很多的控制 如果 如果 做检查263件 非常非常 时间非常长 比如说 时间非常长 很影响我这个生产 我可以知道 我这产品非常好 生产商 台湾企业都 甚至可能都不错 我可以 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要零确限 我可以保证零确限 就是说 263件 太多了 我要 你可以少做点 但是 我可以达到你 比如意见确实 你把P4推动 就是很牛 就是说 你生产商 很非常 非常 那么我就要做一些 稍微的改动 就是说 你把所有的risk 生产商的risk 加大 加大到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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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好的 用在自己控制 或是控制产品 出去的时候 作为生产商 比较好 那么 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这个新的plan 就是说 我可以只收取 114件 但是 有一件不合格 我就把它 我可以 就生产商 我可以全不合 接收我 我卖给你 全部退回来 然后呢 这个图形比较有意思 就是 Average Outgoing Quality Curve 作为这个产品 这个曲线 对用户来说 非常重要 为什么 他可以知道 如果我用这个 Control Plan 就是这个 Sampling Plan 我最后的 拿到的产品的 质量会怎么样 怎么说呢 这个意思说 如果这个产品 其实我们有 114件 都要收取 114件 有一件不合格 我就很不退回 但是如果 我们 发现了 这产品要退回 我们做百分之百减 你就跟 那些费用 都由生产商出 对吧 比如说 客户就这样说 如果一件退运 那我拒绝 但是这些费用 你要出 我做百分之百减 这是基于这个 基础上 如果我们这样做 有这个Plan 我可以Control到 用了这个Plan以后 我真正拿到的 产品和质量 最差是怎么样 他告诉你 你用这个Plan 拿到手的 最差的质量 费品率 在0.31 而且 当 这一批次的费品率 整个的population 费品率 在百分之0.86的时候 这个达到极限 就是最差的 你拿到费品率 就是百分之0.31 你如果作为 consumer的消费者 觉得满意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如果不满意 我们再去统一商量 你发现这个curve 很有意思 这种质量 就是 这是 进来的质量 越往这边走越差 就是费品率越高 而这边是 出货的质量 出货的质量 就是 一开始 如果你的质量 为了质量也差 当然出货质量也差 因为有些抽到也没抽到 但是到峰值点 尤其 0.31 最差的质量 它这个质量 它这个质量开始慢慢慢慢走好了 费品率慢慢慢慢降低了 用这个Plan 挺有意思的 为什么一开始 我们质量越差 但最后呢 它的质量呢 会越来越好 因为我们更有很多的可能性 我们做百分之百抽检验 你做百分之百抽 检验呢 当然要废了 换掉 对吧 不好的产品换掉 就是百分之百检验的结果 所以这个图形呢 告诉你 你的能控制的 进来的质量 都会怎么样 是在最差一点点 0.31% 所以这个工序 可以帮助生产商 也可以帮助用户 同时来控制的质量 这就是大概一些工具了 给大家介绍 以明天有些不用 但是如果用的话 其实蛮好的一些工具 给大家介绍 我们下面提到的就是 stellar system 就是叫machine learning 提到一下机器学习 刚才Jeff也提到了 industry 不关掉 IoT 或者是IoT 什么一个概念 IoT 可能对 这概念可能草到底全乎 其实我们真正理解 这个IoT的概念是 start with startup end with startup 其实是数据来开始 结束也是数据来结束 怎么说呢 当然你看我这里有一个层次 比如说一开始做什么 做IoT的一般是一个阶段性的 第一阶段 我们叫先收集数据 这些数据可以帮助你 进行actional changes actional就是说 比如说我调制温度 我质量马力会变化 我调制水温 然后质量马力 就是actional changes 这些数据是有用的 比如说 不是你收拾一些数据 没有用来收集 而是数据收集 这叫第一个阶段 所以收集数据 第二个阶段呢 我们叫 build the gap breach the gap between physical and digital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 台湾的翻译叫实体数据和数位数据 怎么来理解 我认为实体数据 这个并不是物理和化学 物理和电子之间的关系 实体数据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有数据 对 想想我们有一个大企业 我们有很多部门 生产部门 有生产部门的数据 销售部门 销售部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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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销售部门的数据 销售部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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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数据都存在 这时候叫 physical 数据 实体数据 而真正的叫 digital 数据 就是说 我们怎么把它整合在一起 這才真正的叫DG多化 所以把它壓述一段整個在一起 這當然這個工作不容易 但是數據量會馬上上去 緯度會馬上增加 然後這個量也會極速性的增加 這是第二項 第三項我們用 我們用到現在的 Machine Learning的工具 就是機器學習的工具 就是它 Automated做一些打探台的實施 它會自動進行做一些分析 機器會自動學習 把重量的數據 它自動會學習 它發生一些規律 然後產生一些叫Perscripted 一些規範或者指令就出來了 如果怎麼理解的這樣 比如說我們有生產線 沒有各個部門 有銷售 有供貨 有倉庫等等 如果生產線數據發生了變化 生產量提高 我馬上就可以從別的數據出來 我馬上就指令出來 就出現機器學習 發現這個數據 生產量也要上 馬上要控制 倉庫處部門是不是有位置 然後供應商的材料 是不是馬上又到位 然後我們銷售數據 是不是要進行一些調整 我們市場分析 是不是馬上進行一些 一些同應印象的評估 就是這些數據 會馬上進行自動一些更新 而不是我們在人為的 再把這東西拿來一起 再分析 它會 因為你輸出個結合者 把它在一起 其實學習 發現這種規律 如果達到這種產量 達到印象的程度 你馬上上課要準備 如果沒有的話 就會馬上報警 或者是咱們一些 比較actionable 就是可以可執行的一些 changes 這台資金拿到了 IoT Industry 4.0的標準 在德國他們做Industry 4.0的標準 很多很多的 sensors 把這些數據都收集在一起 你看看是無關 其實好的東西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價值 所以我們機器學習的工具 就是把那些有價值的信息 把它造出來 當然很多信息可能會沒有價值 如果你拿到說這一點 那我們是降低產品成本 降低生產成本 提高毛率 還有提高競爭能力 這你可以顯而易見的效果 好了 那麼就是這個問題 我們在數據量一下的計 到了某一程度 那麼數據量大 這就出現了 the curse of dimensionality 就是數據量的一種做法 就是我們在分析的時候 可能有這樣的問題 一下數據量突然在龐大一樣 我們會先參考問題 第一 Number of predictors X variable 突然一下增加到500 以前就20個 一下增加到500個 然後 第二 就是observations 我們數據的 我們說深度 一個叫寬度 一個叫深度 我們這麼理解 深度一下達到了 第二個就是他們之間的關係 比500個變量 你想想看之間的關係 會多麼的複雜 這就是 curse of dimension 這是我們所在的問題 首先說 第一個 如果說 變化量很大的話 我們都知道有個 Ferfer的 threshold 就是 Ferfer的 risk 0.05 如果100個變量的話 5%沒有用 當然是假的 所以是假的這個 變化量 同樣 數據量如果上去的話 你也會存在問題 就是 How are we 二十多三年輩子 我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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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做一個演示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平時我數據 你還記得 Minitab有個叫 samplesize calculation 如果做一次 是同樣的點面 拿不好的數據 才能成為結果 如果你數據量 無限增大 那麼 它會怎麼能追究 就是說 這個process 會發現一個很小的 很小的 如果 你這個水 放372毫升 或者377毫升 多了2毫升 2毫升 多一點少一點 客戶呢 並不然感覺到 他不会困难,他感觉不到,对吧,作为生产商呢,我们也没有损失多少,我们也没有占多少便宜 所以,这个来说,这个水的生产商家,这个加减两个毫升呢,是可以接受的,不叫做实际的,而真正实际的,你小于五个毫升,或者是你水是在370升 那么,客户就要complain了,他就说,你没有放那么多,对吧,这就是practical difference 而如果数据量很大的情况下,这个数据的就是分析的结果就告诉你,你这个生产线如果371,370.5,他就告诉你,你的生产线出问题了,单级继续,你没有放,enough,what 这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forsal arm,是假的报警,这就是结果,这就是大的数据量,用统计的分析,结果成功 这种误导,所以说,这个我们以下,我们以后还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再继续进一步解释 所以,我们要分心,分清楚,什么叫practical difference,什么叫statistical signaling 还有这个,关系,数据量的,之间的关联性,等等等等,你这种,我这张图可能也是很简单的,如果你真的想描绘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也不可能用一个很nice的curve来表示,所以说我们看到数据学习的时候,它这个线都不是很难看的线,都不是一个很漂亮的一种curve, 当然,我们看看怎么来做 所以,真正怎么学习呢,是什么意思 它是combination,是统计学和大量的数据 modern stat和computer science 因为它要做的数据,这处理的量是非常非常大 它可以说,它叫swit,就是把这个数据所有的都扫描一遍 所以说,我们要需要很强大的这个机器,很具合的功能来设定,很好地算到 还有加上现有的统计,知识,知识量分析,结合 哪些情况下适用于机器学习的数据分析呢 这样子,它会是一个很自动的图案 就是说,你不用去自己选择variable 自己学习会选择那些有用的variable给你 还有,它的interaction,它会自己处理 local effect local effect,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要做个模型 在台北人的销售人员的工资 这是一个可以做的模型 台北的销售人员,可以有个工资 但如果还有这个模型,如果做的很大 整个公司,我还有高雄也有办公室 那么,在高雄它可能追寻的是另一种模型 他们这个人的收入 而在台北也是另外一种模型 两种不同的模型 这就是local effect 而这种呢,在机器学习才会很老的把它抓出来 还有非线型嘛,我们就不说了,这个线可能会很复杂 还有missing value 这也很奇怪 如果缺失职 其实有时候缺失职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比如说,你叫大家来填写收入是多少 你的年龄真的都很便宜 有些人他不嫌收入 他就不嫌 你发现这个规律 要么这些人工资太高 要么人太低 他就不嫌 所以缺失职有时候也是一种信息 在missing learning 就是在机器学习的处理当中 他会把它作为一种 用一个特别的技术 把它来进行转换 比如说吧 用一种简单的方法 缺失职 如果收入缺失 那么我们发现 跟收入相关联的一些变量 我们把它先替换 比如说 学历 这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关联 所以说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把缺失职继续 而在经典团队里面 确实是 如果有存在的话 我们基本上 把这一行数据都弄掉了 对吧 所以说这次 还有opline 一行数据也是 在missing learning 他据据他的底下的算法 他会做一些很经典的一种调整 来发现 能量来model这些opline 大概想一讲 他应用 在manufacturing 我们说了 最近年就是生产线的sensor 就是传感器 你生产线传感器 他直接把这些信息 如果直接传到之后 你可以很及时的给他 cp产量 将会不合格 还是合格 而不是等到整个产品 都出现问题 都拿来 我在这里检验 而是从sensor的数据 以下 达到某个指标 达到某个指标 我可以马上发现 等会我用一个生产线的数据来 然后再演示一下 怎么样用在生产线上 在asset management 很简单 就是我看台北人的地铁 很发达 你不希望地铁走路辆 停掉了 出现问题 怎么办 就是在地铁上 就是一辆车型 你可以放到很多的很多的sensor 这些sensor 会告诉你 在什么情况下 这个车马上会出现问题 而不是说 等地铁停下来 然后再去修 我们尽量就是为了减少 这个停车率 或者故障率 这是我们的终止 所以说 在lenturance 这方面也有 在服务行业呢 用力就更多了 可能现在最多的是 国行业数据量比较大 生产方面 应该是大家都建立这种概念 在服务行业 比如说 supermarket 我们去想想supermarket 比如说 如果我们很高档的 卖鞋的店 或者卖衣服的店 你可以搜集这些数据 我们有客人进来 他走哪一个section 他看看什么衣服 他停留多长时间 他是不是跟男朋友女朋友一起来的 然后他们是不是试着这件衣服 然后就结果他买了什么样的衣服 而整个医疗数据量 很简单的介绍 就二十个变量 二三四个变量 就出来了 那么这样子 你说如果你把这些数据分析 他买了什么衣服 什么价值的 那么下一个顾客 如果你有这个信息 他再来的时候 你就要根据一条条队长 你就知道 你应该给他推荐什么样的衣服 而不是把它随便的 带到一个很廉价 或者很高档的一个柜台去做 这是很好的一个 去optimize sales 我们有一个案例 这是一个案例 talking about the franchise business 就是连锁店 对吧 我们又你想想 比如说在别人说 上千家上百家很正常 老板就compliant 你说 这个店不挣钱 为什么 有些店不挣钱 你一定要挣钱 他没有把这些数据结合起来 我们把所有的店拿来 哪一个挣钱哪一个不挣钱 OK 数据很简单 你把东西拿过来 在什么位置 离学校多近 离车站多近 周围人的收入怎么样 等等等等那些数据 交通怎么样 是巴士到 这些数据如果整个代理 你发现就很有规律了 哪一个地方挣钱 那么下次你在开店的时候 你就符合这些条件的 你找这个地方再去开店 而不是在那些不挣钱的 店员的那些carplay system 去再开店 是很典型的一个 大数据经分析来讲 我们刚从中国过来 他有 当然中国人也知道 他的speed highway system很发达 我也做过几次 但是我爸有个问题 他的车次非常频繁 频繁到什么程度 我从悉尼 从家到office 大概坐车四分钟 大概间隔 就是二十分钟一班车 二十分钟一班车 所谓等了 等不到了 就是二十分钟 别从上班迟到 他从北京到上海的频率 都小于二十分钟 他们很小于二十分钟 就是一班车 从北京到上 频率非常好 但是有些车呢 基本上是很空的 维公司 油车都非常急的 可是他的票价 都是一个价钱 你想想 如果做这个信息 就是做一些数据采集的话 你可以 哪些车减少频率 哪些车增加频率 哪些时间增加频率 可能中国政府稍微有点 就是说 还不在乎 这点就不严重 但这是一个很好的project 会帮你省出很多的资金 很多的效力 所以说 大概再讲一讲其他的 例子 Healthcare Gymatics Gymes Gymatics Gymatics 基因上的一点 比如说 我在加入民态之前 是做 就是做 我不知道怎么办 很多很多的DNA数据 那些关联你都搞不清楚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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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所以把它数据再放在一起 进行一些分析 如果是癌症的话 它符合哪些规律 比如 基因123 出现这个状况 那么它癌症的可恶性 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就是 很典型的一个种类 基因 那个基因的之间是什么意思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机器也不知道 但是它有什么规律 可以找出来 Cells 比如说 大家都有些用用WiPhone 我可以换一家公司 我可以换这家公司 换一个数据 换一个数据可以很多 有些打电话量 什么时候发Texting Messages 然后 为什么你离开了 这些数据都可以做一些分析 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服务 好 大概就是 这个在 有些人里用的哪些方面 这个模型大概看一下 可能以前大家都想过,regression,这是对于典型的模型,B1,B1加速度,age,什么,这是他们经典的regression,这个模型 但是我们用machine learning,这是一个基础的算法,就是binary decision tree 我们从一节点开始,我们测试某个变量,大于小于,我们走不同的方向,然后再大于小于,不同的方向 尤其在eskidem,它是一个算法的经典,它就是基础,卡尔的算法 所以我一会会产生这些decision tree,大家看一下 这样到我们的产品,seuho system,我们的seuho system就是1983年,Dr. Dan 把我们在tower做了模式以后,明天在17年的3月把它收购 为什么我们说我们seuho system呢,它有几点和明天非常浅,非常相似,就是它很好用 它不用你写coding,不用你写程序,而且呢很准确 你如果知道kde,就是knowledge database discovery,这是一个competition competition就是说,大家,ok,你们都过来,我这有四种测试数据,不同的软件,不同的算法,你们测试吧 有准确率,包括时间上,当然速度上,等等等等 self system,在那边获得不少的奖项,这确实是你可以有净特差的 所以说它的准确性呢,是它的一个很大的卖点 同时呢,defensibility,defensibility,我们有不同的regulation,regulator 比如说FDA,然后在进入方面,有进入方面的一些regulator 我们都符合它们的标准,就是说我会给产生这些麻烦数据,如果你可以更不错 好,我用大概两分钟点试一下这个FPM的软件 因为我有这一组数据 这种数据呢,相当于是生产线的数据 就是sevicconductor的生产线,就是半导体元件生产线 这一行呢,代表是一批字的生产 然后在这生产上呢,我举它有一些signal,生产线的一些sensor 就是传染器,它们传给我的数据 当然,我这些数据都进行加密 我向往告诉你是温度还是湿度还是什么什么 因为客户都不愿意把这些东西给你 所以我有一些sign数据,你发现没有 这些没有数字,这些没有数字 有些东西,或者由于各种原因 我们产生了一些sign来源 但是在SPM,它会保证这些数据会被用到 而不是说它就扔掉 所以说,你有比较关心这signal是什么意思 你只关心这个target target就是说0,没有问题 1,出现了问题 就这个意思,好吧 很好,很容易理解 生产线数据我猜接下来 大概400多p量的产品 所以我的任务呢就是说 我哪些signal应该注意 因为这么多signal,这么多信息 这个是一个小的,只有十几个signal 比如说上百个signal 我不能每个都是天天盯着眼睛去判断 或者做一些调度 哪些signal应该pay attention 这是我们要做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就用这个软件来帮助我们分析这个问题 比如说target target就是我们的y变量 是target 然后其他的 我就把它选作为xbm 我们先选用这个模型 用card的模型 就是明天有很多算法 是明天有很多算法 你可以用各种算法都可以进行测试 card是比较基础的 我们先看看基础是什么 然后再用一些比较高端的算法 再算一下 所以我更关心的是e e就是赤评 所以我们关心的是e at focus testing 这个概念可能要介绍一下 在积极学习里面 什么样的积极学习 老师会给你课 比如你要考试 老师会给你一些题目的复习 比如说这个题库里有300道题 这是都一个 讲一个 一个主题吧 类似一个题都一样 差不多讲一个主题 300道题 然后呢 老师呢 随即选取200道题 发给你 同事给你答案 你去学习 回家去准备考试 那你就回家学习200道题 sting来回来转 好 学得很好 但是呢 再真正测试你这个 学的效果怎么样 我还剩100道题 我留着不给你答案 考试 考试 给你考试 这就同样的概念 就是在积极学习 我们用一部分的数据 进行建立模型 另一部分数据 让你同理 随机选取 来测试这个模型 我们最后的结果 是以测试这个模型 来作为标准 如果测试不是不行 我们重新做 重新选择数据 重新选择 用的这个模型 再看再测试 所以说 最后我们看的是测试结果 所以说 这里呢 我们用这个 vFold cross-delegation 是另一种方法 比如说 数据一分钟十等分 先用九个建模 一个测试 另外九个建模 一个测试 另外九个建模 一个测试 等等等等 这种算法 当然算法我们也不去深究了 就是说 有测试的 也有test 测试的和学习的数据 大概就是这样 OK 这个模型就错了 另外一个 companion 告诉你这个模型 什么意思 比如说 如果能看清楚的话 这是一个binary tree 一开始 它告诉你 0的比率在71% 1的比率在28% 什么意思 就是废平率在大概 整个数据里面 在28%左右 合格频率在71%左右 而我的任务呢 是这样发现 那些不合格频率的东西 用哪些sensor来迎接 比如说 我们做一个sample 我们首先测试 Signal 6 第六个sensor 是不是小于 2.5 如果可以 我们往下走 然后我们再测试 Signal 8 第八号sensor 四度小于0.5 如果是我们走的 如果不是我们走右边 好 我们就到这个叫 Terminal 中端信息 它告诉你什么 Terminal 我们把它分成 因为它的点是红的 就说明 这个的可能性 作为废平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高 高到多少 高到70% 想想一开始是28% 对吧 然后我们测试两个sensor 以后呢 它马上升到70% 这是非常有用的的信息啊 两个信息以后 马上就把这个几率 升了一倍来多 但是呢 你也可能会 会问自己 有多少个case 因为一共就 大概四五百个case 这个case 一共就有十个 十个 你可能又打问号了 对吧 十个样本 可能我做的70% 可能这个可行性 可行率 可能还有点打折 不管怎么说 我们要发现这个 不打折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整体的这个 这个 performance 整体的怎么样 整体呢 它告诉我们 做test sample里面 大概 如果是废品率的话 我们出错率在21% 就是在79%的可能 我们把废品能力把它找出来 用这个模型 0呢 是20% 大概就是80%左右 01 我们找出可能性 大概80% 这是给你一个 这也是一个评估 这个模型 好不好 好 我们就 关心这些 很重要的sensor 我们用这个工具 叫host phone 我们大概把它做下来 我们大概把它做下来 我们用stackbar 这个东西呢 这张图呢 蛮有意思 因为我们有terminal node 大家都知道 terminal就是 通过几个sensor 一减天以后 便能给你结果 只是是废品还是不废品 node的11 它的废品率 比其他every 要高出2.8 你想想 28x2.8 大概是很高的 废品率 还有node12 它的废品率也是非常高 就这两个呢 会给你多高的废品率 你们可能会要关注 但是 因为你也关心 它有多少个样本 在里面 对吧 样本如果多的话 可能我们会关心 但很少的 不关心 你只要switch to class count 有多少个样本 它就告诉你 node11 它的样本数 70多 非常多 而且 量本的废品率 非常高 马上 我马上要看 量本的11 很简单 马上有个 我们去找到 这个node11 大概是这个位置 11 你发现它的废品率 在高 80% 量本多少 91个样本 91个样本 这么多样本 最后的结果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样就给我们一个guideline 我们应该怎么做 它告诉你 到这个数的时候 到这个节点的时候 我们测试了三个signal 第一 signal 6 大于1.5 同时signal 10 大于3.5 而且signal 7 小于4.5 这三个signal 6 如果你都触到标准的话 这时候 废品率 30% 而且量本数 非常高 如果你知道这条信息的话 最起码 我首先 好好定义这三个signal 千万不可出现问题 出现问题 几乎就是 废品率就出来了 对吧 而且废品率是指报警 系统等等等等 这就是 机器学习出来 你机器也不知道 这三个signal 6 也不知道温度是 它只告诉你 这三个条件 如果满和 你这些危险 报警 所以这是一个 很基础的一个利用 当然我们才可以 用下一个模型来做 用另外一种算法 它进行很多算法 在进行很多算法 在进行很多算法 我们将来可以进行探讨 我们可以选用另外一种算法 就是 Tunet 这个名字呢 是很大 名字 不是Tunet 这个名字 最想念 它的算法 就是 比较高 比较高 我们做Testing 我们不做它 但在去年的时候 做这个 OK 我们看看去年的结果 是什么 也是另外一种算法而已吧 我们只是 大概看一下的 Summary 它告诉你 Disclassification 现在呢 它是 Misclassification 尤其你看Test Sample 是19.05 比刚才是 大概是20点多 提高了大概一个百分点 有些要在算法上 提高一个百分点 是莫得了的事情 也就是说 只提高百分之零点 提高 因为它的将来 你的scale 非常非常大 所以说 Tunet 在很多比赛上得奖 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它的算法呢 相对来说 比较的精确 精确 平常高一点 什么是Tunet 我可以用一种 简单的方式介绍 什么是Tunet 比如说我们做模型 用regression regression 就知道 先放个平均速 这是regression 的模型 如果去年我们这样走 我们先建的模型 比如说比较粗糙的模型 然后呢 下一步呢 我再建的模型 把上一个模型 没有解释的变化 解释给你 比如说 我从这里走到台北车站 我看GPS要怎么走 向东50米 OK 它再告诉我 向北30米 再回30米 就是说 每一步都在帮助你crack 你没有解释那些变化 再向南北 不会南北 向东 向西北 再走30米 等等等等 所以说这个去年的模型 相当于 我有200多个模型 很大的一个模型 每个模型都帮助你解决 尽量的close to 把真正的变化 解决掉 这就是去年的意思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东西呢 就是去年它有一些图形 可以帮助你解决一些什么 比如说我们大概看一下 Signal 6 是比较自观化的 因为这个Signal 6 是很强烈的Signal 我们看到这个Signal 一开始 如果这个Signal 6 读数啊 是0到9 你可以开始发现 它的失败 或者比率的可能性 是废品的比较 这个逐渐在上升 然后再来个基点 如果你要看其他的图形 可以看 Signal 6和Signal 10 之间的关系 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这个红点就说明 这个配备率很高的点 但你可以图形可以转一转 可以发现 如果Signal 6 如果Signal 6 在这个单 比如这个区域 然后Signal 10 在大概4到5 这个区域 这个时候的危险性 非常高 就是可以帮助你 图形化来解决这个模型 所以 当然你是Apply的模型 你这个 这距离达到80% 好了 这就是大概这个模型 这个 STM的一些功能 但我用主数据来介绍了 两个 两个不同的算法 我们现在用于最后一个 Case Study Case Study 我查了一下 在台湾 水泥生产 还是一个比较重的 就是在经济的比较面 还是蛮大 大概前四个位置的 当然电子是第一了 还有其他的产业 因为水泥是一个比较大的产业 所以我们正常的水泥 需要强度更大 对吧 这是一个很好 所以说 我们先有一些 Observation的答案 就是说 收集了哪个数据 大概1000多条数据 我们从中以来 发现 要 understand 关系的 哪些变化量 会影响到水泥的强度 同时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 Case Study 来什么样的设置 才能达到水泥的最强度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实验 我们要产生的水泥最强度 但是呢 最强强度 辨别的就是说 我如果做一个设置 但是我客户要求 这是我最低强度要求 你如果做生产厂 你可能想 我尽量产生的产品呢 要大应它的最低强度要求 这是我们要打的要求 所以说 我们用Simulation 做一些模拟来 来测试 所以大概我们做 几个软件的切换来用 先看看这种数据吧 大概1030个Observation 1000多个条 然后我们如果整个 replot 很简单 19.13的数据呢 达到要求 最低要求是20个招牌 所以这里可以看得见 大概20个招牌 它的费品率大概在81% 然后这些变量呢 我大概做一些中文的解释 我们也不必关心太多 但是水泥我们要理解 然后一些炉渣呀水呀 减水剂呀 各种调料及料年龄 肯定肯定都有经验 水泥一放就放的 越放就越硬的 对吧 这是年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然后最后呢 它就是这个强度 它是concrete compressive strength 最后强度是我们关心的这个指标 对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scatter法 这很简单 大家都会做 我就能理解 可以看到 并不是一个变化量 可以解释所有这个强度的 你看 很多都有些细小的关系 有些线形的 有些curve的 就是你很难把它解释清楚 就是说中文图形来看 它在non-linear 我叫non-linear relationship 是比较强的 可以中间一定的action 我们还不知道 而且我们可以看correlation 就是它之间的磁线关系 直接磁线关系 我发现 你离合强度的强度 它的直线关系 大概是0.19 就是correlation 比较强的 比较强的 那么有些变量呢 那水呢 比如说和这个 这种碱水机 它有什么负的效率 负的直线效率 所以它的 也从这里呢 也能发现一点关系 但是 要真正解释强度呢 肯定还是不够的 所以说 我们 给mini-type来先做 比如说我们先 mini-type来做 regression 所以你作为变化量 然后各种x加进去 同时我把x的这种 interaction 就是交互作为我也加进去 所以这模型效率比较大 出来的结果呢 这是结果 这个p-line 你发现 好多 都非常小 都非常的significant 很多many significant p-line 这是很清楚 我从哪找手啊 这么多的b-line 我从哪开始下手 这就是 我们叫黑登叫 regression wall 到了一个 到了一个 墙 我们想到哪里 要绕过去 再你发现 它的r-squared 也就是短人70多 当然 并不是我们就 很高的r-squared 就好 但是比70多 是可以 但是我们想做得更好 我们可以发现 complex interaction 就是x1 times x3 times x1 根本之间的关系 比较复杂 local effects 都存在 所以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 不知道怎么做 就希望能有更好的方法 来解决 来解释这个模型 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准备用spm 来解释 做一些这个模型 来看看这个 1000多条变量 1000多条数据 这么多变化 来解释这个模型 我把它切换到spm ok 我把数据打开 大家可以看一下数据 这是大概1000多条 当然有多少是力量 多少的强度 那你发现这次变量 不是01的变量 是一个continuous 是一个连续型的强度 是我们要模拟的 因为我想到 怎么会 来解释这个强度 我们还是用 01type的经典工具 叫tunet来结析 我们把strength 作为它的y 其他的变量 作为x 当然我们就是肯定要 到regression 是一种regression techniques 然后我们testing 用这个也可以 不同的test算法 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 但是你可以尝试 我们可以用 anyway 与原液来做的 ok 首先我们看看它的r square 出来的r square 在minitab 就是刚才我们的screenshot 我给你的它 它是70%的r square 而在用treenet 所以它的r square 解释率相当于91% 你明显发现 在这个模型 解释的变化量 其实多多多 于经典的模型 其实它的原因是什么 在这个 如果 当dent 发明了这种 算法以后 在经典统计下的 它都不认可它 为什么 它不用pd 它不用assumption 而它只要跟着数据走 数据怎么走 就怎么走 这个算法 它没有一些assumption 所以你没有看到 它的一些p value 因为它没有 但是也有一些局限 就是说 它这个模型 时间 你要更新要快一点 寿命稍微短一点 对吧 你如果一直跟着数据走 你要跟得快一点 如果你有一个曲线 有一个assumption 就是一个 这个模型 大概就是 你不用跟得那么紧 所以说 在大数据分析室 我们一般来说 更新要快一点 比如说 生产线 我们过几天 或者过一礼拜 我们把新的数据拿到 马上再更新一下模式 看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就是说 存在这里 但是它的结果呢 相当于是比较准确 尤其是进行 它的准确率是非常高 我们看到summary 就是应该总结 我们看它的重要barrile 这个呢 它告诉你 哪些电量 对强度 是产生很大的重要的变化 比如说age 年龄 对吧 还有这些semen 多少semen的量 还有这种file aggregate 就相当于集合料 什么的 还有water 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变化 来帮你解释 我们可以看一下之间的关系 我们把图形调整一下 先看一下年龄 大家可以理解吧 这个图 就是说 一开始呢 是0到100天 它的强度呢 是越来越高 而100天左右 它的强度几乎是不固定 这也很容易解释 分世界也是符合 也是比较的符合 过了另一天 所以它强度到达到几点 那semen的量 就是它的水泥的量呢 是follow这个东西 多也很得好 然后我们看看水的用量 这个比较奇怪 它水一开始如果到140左右呢 它的强度不变 突然间呢 在某一阶段它达到了最高点 然后你再加多水呢 它强度变成下降 就是水的 它不可能一直多加水 它在某一个区域呢 它会有 就是达到最强强度的那个semen 所以说这几个变量 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个 单一变量 但我们看它的 之间的交互作用 我们看它的交互作用 比如说我们关心水 跟水泥之间的 水跟那个水泥之间的关系 我们把它转大 然后进行变形 你看这一点是红点 说明是强度最高的时候 它在什么位置呢 大概水呢 我可以把它转一下 这样转 水的位置在150上下 140,150 然后呢 再可以这样转过来 可以看到 而水泥的用量 大概呢 400到150 这个区间 就会产生 这一阶段 在这个area 在这个小的阶段 强度非常大 所以你不 都自然而然的 就会想到下一步 我们应该怎么做 做个DOE 这么小的区间 会产生强度 那我如果想做最强怎么办 可以做一个DOE 比如假设一个曲线的模型 做一个模型 好 这是刚才讲过的 所以说 下一步呢 很自然而然的 我们做一个 一种平坦 就是说 切换工具了 切换到另一个工具 把这两个做一个 这时候呢 这是responsive的出来的结果 这是用sandle sandle face 这个responsive 最后呢 我们发现它这种关系 水泥 water 然后水泥的平方 还有水泥跟water 这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当然 原因它有大家都比较熟 如果有这个模型 的话太好了 我们都可以做了 什么意思 你看它2次的也很高 就是这个模型 它还相当不错的 比较精准 我们可以做一些 counter plot 就是看看 那是怎么样的 它们两个之间的配合 最后产生的强度最大 我们发现这个最强 是大概 声音越 颜色越深 强度最大 大概就是 160 450 或者是 160 550 大概这个 在两个角的时候 在一个角落里 它强度是非常大 这就是 明明开比 会给你结果了 你会用optimizer 很快得到结果 150 4.5 160 它会得到 大概强度大概在73 左右 不管是什么unit 然后它的CI 就是平均均值 均值强度大概在68到78之间 这也是在自行区间 但是你如果做一个实验 那它可能在66到81之间 所以就赔你一个自行区间 给你一个optimal 结果 这是可能在R&D 阶段 就是在research 阶段 可能是很好的结果 但是我们只能用到生产上 我们很快就想到 怎么样apply到生产上 我们有它之间的关系 就是这个equation 就是这个数据 关系 这个数据 我们只能用到生产上 生产上 生产上 我们要求要大于20个兆趴 这是我们的要求 你生产上是0 你必须大于20 我那就是括格体 但是我们用这个关系 可以做一些模拟实验 什么意思模拟实验 我把它切换到company 模拟实验就是说 我有这个关系 但是呢 我们在生产上 比如说水泥 我要求是450 泥可能有个大的shut 或者是铁锹 一锹450 或者一锹450 但是不一定都450 有时候多一点 有时候少一点 原来实际生产上 实际的问题 你不能用很好的量器 去量那个水泥 多少你放进去 你不是这么做的 也成分也太高 所以说它会发现水泥的 在你用水的变化上 它可以从400到500 而且是随机的 你这个生产线 只能达到这个精准 比如说吧 所以说我们用水泥呢 400到500之间 而水的呢 那用量呢 我可以调整在均值160 但是有时候多一点 有时候少一点 比如说我拿个200 嗯 有时候倒多一点 有时候少一点 它有个stand deviation 大概是20 比如说这些东西 通过你要 第一次的经验 或者是进行study 你要学习 然后同时呢 我们也可能有 measurement level 就是gauge R&R 我们在测量这个强度之后 也会有别化量 对吧 有时候你测量强度 我和我这量强度 以及我今天测 明天测 也跟news比一样 所以我们用去加个arrow part 和这个withstand deviation 和3 均值值0 但是有时候偏一点 所以这些变量 我们都加起来 都考虑进去 但是唯一用在这个equation上 它们之间的关系上 是seman 加这个 加这个 这是我可以做的 好了 我们关系有了 我也知道seman的变化量 我也知道水的变化量 我把进行模拟实验 什么意思模拟 就是说 我随机的 根据这个distribution 根据这个分布 抽个水泥 抽个water 抽个arrow 放在这个equation里面 OK 然后一个结果 再随机抽 抽多少次 我们这个实验数字是 5万次 这就很便宜了 像是用生产数料生产5万次那样 很贵了 这个产生 大家是很高的 我们软了一下 就发现 如果用根据这个水泥的分布等等的 我们的配品率大概的 1.3 1.13 还是不够满意 那就我们再进行一些调整 所以说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便宜的 就是说 我们可以随便调整 比如说我们把水水泥的控制量 做控制在350到4代的之前 把它均值调一下 然后把水呢 在150到160时间都可以 均值都可以调一下 我想知道 这中间哪一个给我最好的结果 再进行这些模拟 也是过5万次 你发现这时候 它的费频率降到很低了 所以接近了 这是大概图形是这样子 所以说 这个可以 如果能真正理解自己的生产线 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 再进行一些模拟实验 这是一种非常很捷径 也是很便宜的 Cost effective 对于这个费用工具 好 就是我们介绍了这个 Londicolor Simulation 看到我们做的是 Compagion里面Londicolor Simulation 所以说 今天主要讲的就是 大家在不同的阶段 数据进行观测性 或者描述性 然后再进行分析 发现的为什么 然后再predict it 然后我们想 将会发生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 尤其是我们应该 应该怎么做的部分 是只有通过 这种SPM 或者大数据的处理创造 不通过算法来做 我们才知道 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所以说 我认 这是不光是我认为 大家认为 我们有Londicolor 工具很好 但是我们还有Londicolor 我们还有SPM 大数据的分析 这些 完全是一种 很自然的衍生 工具相关于 这两个并置 中间一种强烈的 很自然的 我们没有用到工具怎么办 方法一些问题怎么办 用其他的工具再试一试 所以Londicolor 现在我们提高了整个一套的工具 希望你们来 combine 一起 还有呢 我们希望把这个 企业的 数据分析转化 进行一些推荐 尤其在在座的各位 都是我 含链 然后把 推荐到整个企业 进行数据转化来 对质量体格提升 是非常的容易 OK 维庸之后一句话又结束了 这次Carly Fiorina 这次Formular CEO HP 他说 我们目标是将资讯 资料和数据 转化跟资讯 把资讯转化跟洞见 这个洞见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洞什么意思 这没有洞 就是你把它看穿了 这才真正的把数据 把分别看得好 如果你没有数据 你等于像一个墙 什么也看不见 你有了数据 你必须分析 像一个物在的人 你还是看不清楚 把波开乌云 这次我们应该 要做到 就是用企业的数据文化 来 来 能够拿到这种效果 我希望下次我把 CEO of Minitribe 放到这边 下次 好 大概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那个分享 嗯 呃